第十四题 由于电路装置如右图所示 流经导线上假截面的电流为1安培 若一分钟内有X个电子通过导线上此截面 若增加电压 使流经导线上的假截面的电流变为2安培 则在五分钟内会有多少个电子通过此导线上的假截面 那么我们晓得电流I会等于t分之q 那么现在我们的电流是1安培 那我们的时间是1分钟 那我们这个题我们主要是要求的是个比例 所以呢没有换成秒没有关系 但是呢我们还是把它认真换成秒 乘以6060秒 然后呢有个电量q1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q1呢就是60 那么这就等于我们的X个电子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的电流变成2安培 时间变成5分钟 那么公式还是一样I等于t分之q 那么现在呢现在我们的电流是2安培 那我们的时间是5分钟 那我们就把它乘以我们的60换成秒钟 那我们现在电量q2呢 q2呢就会变成所谓的600 那么60是X那600呢就10倍 所以变成10X 所以我们通过电子的量呢是10X 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 则在5分钟内会有多少个电子通过磁导线的假截面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10X 3 6 6 7 7